来给大家讲一个玩游戏赚美金的项目 那在讲这个项目开始之前 我来给大家新来的朋友简压的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频道主要是三个项目 一个是胆期项目 像这种网络兼职赚钱的 就是玩游戏啊测评啊调查赚钱 这个胆期项目 然后中期项目 就Pins叫Blog的网赚方案网站 通过Alisting来互利的中期项目 然后还有一个跨境电商的长期项目 这个视频类表就是一二三 这三个类表里面就是我们这个频道主要的类 胆期中期长期项目 然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胆期项目 就是玩游戏九分钟 大概九分钟能赚十五美金的二十美金的一个 那好了 我们把平台已经打开了 就是这个平台啊 这个平台是我的微信存里面 还有我本人都测试过的 确实能收到款 然后也比较容易赚到这样一个大的平台 那对于英文不好的朋友来说 我们和以前一样建议用这个谷歌的翻译的插件 然后让它一键变成中文 那么好了 这个平台是制作玩家喜爱的游戏 那制作这个游戏完了 要这些玩家 就是这些人呢 反馈这个游戏到底好不好 有老去需要改进 其实很简单的 这个怎么认作呢 不到五分钟就可以设置游戏测试 就是注册 我们让核实的目标受众 测试你的游戏 观看和收听播放游戏玩家的视频 免费付的游戏测试 各类 按游戏流派人口统计 玩家在自己的设备上玩家 玩家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 那么在这里大家重点注意一下 你如果是VP 那的话尽量把你的IP定位到 你用美国的IP 或者英国加拿大的 或者欧盟的 是比较好的 然后做这个兼职的话 你不需要有编码的技术 不需要有什么代码签名 也不需要有苹果的这个什么证书 什么都不需要的 它是就把游戏下载一下 安装 然后反客问题就行了 这个 我其他的测试游戏 大同小异 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然后它目前支持两个客户单 一个是安卓的 一个是苹果的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注册 开始注册 然后我这边已经注册好了 注册好了 下面有两个选项 一 我想获得报酬来玩游戏 并提供反馈 第二 我在游戏工作室工作 我希望让玩家尝试我们的游戏 第二个就是说 你要推广你的游戏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测试游戏 反馈 提供反馈意见 我们大多数设计应该选择第一个 选择第一个 我们是提供反馈的 他需要你提供那个邮箱的地址 看我把这个反馈给大家 然后 get paid 通过PayPal来付款 然后 这里需要都要填的 你的邮箱地址 基本上就是说 你的那个PayPal地址 然后 这里也要填 which game do you like to play last weekly 在上一周 在最近的一周 你最喜欢玩的游戏有哪些 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一下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不能烂填的 因为有些人烂填的话 这个 他不会给你 通过不了 通过不了 他不会给你 你试玩的机会的 那我们这里一般选什么呢 我这里 贴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 这里的付款方式 PayPal 这里有 然后 希望你 他会把游戏 发到你的邮箱 希望你一个正确的 能收到邮件的 邮箱的地址 那 这里有一个 关键点 就是说 你最近一周 玩过哪些游戏 那我们这边 就是存里面 存有 微信存里面 存有 都反馈 就是说 我们填这两个游戏的话 基本上 是没有太大问题 这个很关键 就是说 大家 在填写 这个一步的时候 你最近一周 玩过哪些游戏的时候 比如说 我填 填这个 对吧 对 就填这个 或者 再把这个也填上 对吧 这个是 稍微比较知名一点的 对吧 当然 填一下这个 对吧 然后就可以了 比如说 你是什么系统的 你只能是 IS 苹果系统 我安卓系统 你就写安卓就行了 然后 安卓系统了 它这里要写安卓的版本 你就说 你不知道就行了 如果知道的话 最好写一下你手机安卓的几点几的版本 然后 这一国家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一国家 这一国家很多的 看 看有没有 支持中国的 这一国家支持中国的 支持中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支持中国的 然后你的性别是男性 就是男性 然后这个国家还是比较丰富的 加拿大 美国 基本上全球 基本上都支持吧 这个项目 你如果说你是中国人 就写中国的 对吧 然后这是生日 这个你 最少要 就是说你玩这个游戏 所以有一个注意点 你必须要满足十八岁 十八岁 那 那 比如说 那 你比如说 你九四年 那 这个生日的话 就随便写 那 这个肯定是要同意的了 然后点 然后点 我把它翻译一下 因为有些 因为股片玩这些 因为它这个是国外的网站的话 普遍都是英文比较多 然后我刚才那个地方是显示的是中国啊 就是说我显得的地方是中国啊 然后它就这里写了 感谢你的注册 我们想让你知道 我们合作的游戏开发人员 主要就住在美国 英国 加拿大的玩家感兴趣 将来我们将扣短到其他国家 一起测试 不便知识 请谅解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如果选择中国的话 那个游戏测试的任务 可能 不是很多 如果你说我是选择欧盟啊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这些国家 就是刚才国家那个地区那里选择的时候 它那个游戏就会 比其他的出要多一些 就是任务比较多一些 然后它这个薪水啊 因为我 它是要下载一个安卓的 安卓的这边 我不方便录屏啊 下载一个安卓的 然后你的视网游戏 我的手机不方便录屏 这个因为没办法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薪酬范围呢 工作 工作性质啊 工作时间和报酬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9分钟 基本上是9分钟 20美金 这个样子 要我这个是在线的文档的话 它这个啊 这个这个 正在尝试连接 好像是 淡网那样的 这里好像是淡网 推入零现状的 就是工作报酬的话 啊 我 这里没办法打字 工作报酬的话 是9分钟 玩一个游戏 测试玩游戏 然后反馈游戏 哪些好的 不好的 比如说 闪屏啊 比如说这里点 点进来不友好啊 是什么样的 好的你就说好 不好就不说不好 基本上玩这个游戏 几分钟的话 9分钟赚15到20美金啊 9分钟赚15到20美金 这样一个收益 然后 几个注意思想 就是说 上面显示你玩过哪些游戏的 的话 那你最好是说 你们如果没有玩过其他游戏的话 最好 写上我这边提供的 这两个案例啊 这两个案例 大家注意点 这两个案例 但是收款的话 你一定要有配配啊 如果是说 你没有备保的话 你就很难 就是说收款的话 然后还有一个 注意事项就是 国家那种地方 你一定要选择 美国 欧盟 英国 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的工作机会 测试游戏的 这个机会会比其他国家要多很多啊 然后报酬的话是九分钟二十美金 这几个注意事项 大家都听明白了啊 应该我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 那么好了 这个就 这个就是 试玩游戏的这个大平台 就给他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没有订阅的话 赶紧帮我 订阅一下 然后点击旁边的这个小铃铛啊 这个 总的来说 这个平台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他的单价 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这些小伙伴们 这些小伙伴们基本上都赚到了啊 这些你也看到了 基本上 如果是说你是一个专业的测试人员的话 一个月三百九十九五美金 还是很容易赚到了 这里 这里看到没有 这里都都很清楚的 就是说一个月七百美金 如果是说你时间花得多一点的话 这个可能赚得更多 他这里也写了 大概需要花你 就是说你赚三百九十九美金 大概需要花你多少时间呢 就是说五到六十分钟 五到六十分钟 然后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如果是说你这边还有什么不懂的话 你可以点Support 然后找他们 就是说在线提交 在线提交你的问题 这里都 他们一般的话都是会及时回复的 及时回复的 这个是在线反馈你的问题 这个单价我当天也给大家演示了 就是你自己能进后台也能看得到的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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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专业的啊 STAR新手啊 那 二十四十九三啊 这个 这个 比如说你 啊 比如说你如果是说你一距能做 做到五十个以上 当然一距能够达到三天二十九美金啊 是这样一个水平 如果是说你有时间的话 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挺靠谱的 然后我的微信锤里面 有的人已经就是说 他从这个平台已经收了好几次钱了 然后他也建议玩家 就是说玩喜欢玩游戏的人 也可以说你来这里玩一下的 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这也有做调查的 任务种类还是挺丰富的 当然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说 让大家做游戏测评 游戏测评 这里看到就是说显示的功能价格 就是说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就是说 如果说你做了这个是价格 应该是很可观的 然后这是做调查 数量 然后单价 然后一成 然后这个平台呢 它的游戏比较多 然后覆盖的地区也比较晚 都是一发达国家 所以单价的说我稍微比其他地方要高很多 所以单价的没拼呢 就是定位的IP 一定要定位的欧盟 英国 美国 德国 这些国家 然后定位的channel的话 定位的通过的话 可能游戏 就是说单价 一次单价没这么高 第二个是测试的游戏 玩家游戏没有这么多 你注册好了以后 它有一个审核的 不是每个人就是说都会审核通过的 那审不审核通过 那取决于我刚才你自己填写的那个资料 你自己填写的那个资料 注意事项 我已经在那个在线文档里面 已经在在次在线文档里面 把重点已经给标志出来了 重点已经标志出来了 大家 气急啊 好了 今天这个平台就给大家介绍这里 然后单教也还可以 然后主要是在手机 手机上玩哈 一个是 苹果手机 一个是苹果版的 一个是安卓版 来吧